被视为大陆解封后的票房救星 阿凡达续集《水之道》 预计12月16号在大陆上映 预售四天 票房冲破1亿人民币 那整一个预售的情况 目前来看是卖得非常火热 阿凡达上映后我们大概 关于这部片子整个排片量 应该会达到60场以上的 被疫情憋坏的许多大陆民众 都迫不及待想进电影院看阿凡达 不过网络售票数据显示 包括北京 上海 成都等多个城市 阿凡达2IMAX版本的票价 都超过300人民币 有的还喊到358元 等于超过1600元台币 高票价有人说被吓到 有人怒呛 是阿凡达会出来 为我吃爆米花吗 如果不追求IMAX版本 阿凡达2电影票平均一张落在60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270元 有大陆民众表示对阿凡达2十分期待 因为长达三年的疫情风控等原因 他们太久没在影院观看好莱坞大片 阿凡达水之道 近期也公布中文配音 将由邓超 孙力夫妇搭档为男女主角配音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明珍 线好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